15日,在云南省西双版纳逮族自治州景洪市,一年一度的逮立新年庆祝活动在几万人的泼水狂欢中迎来高潮。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当地逮、哈尼、布朗、拉虎、基诺、景坡等13个少数民族的群众互相泼水祈福,庆祝逮立新年节。 上午11点,泼水广场上人头攒动,一年一度的泼水狂欢正式拉开帷幕,数万人携带着水盆、水桶和水箱相互追逐、泼浇、喷洒。 在四件的水花中,人们或躲避或互泼。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境洪市,在当天变成了一片水的世界、欢乐的海洋。 在街道旁,人们边走边泼,既有稀稀的成分,也相互送出祝福。 泼水节是歹族群众最隆重的节日,被誉为东方狂欢节。 在此期间,当地各族群众要哗龙舟、点孔明灯、赶摆,而相互泼水祝福是整个庆祝活动的最高潮。